好 接著到下一套 好看的黑色子彈 即是我的立場 不是 這套我是覺得好看的 但感覺上好像挺公式的 接著要說的那套就是官機 雞家 我們之前也說過 我真的對男主角 Paul的破亂斯的宣言 非常感到認同 卻破亂斯 不是破亂斯 薩巴塔 這套東西 其實他跟黑色子彈 都是一樣的 在劇情上 那個鋪排 其實也是有少許問題 他也是犯了很多理所當然的事情 而他的理所當然 有幾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你覺得這個世界 它是沒有冒險 或者是旅途的感覺 它們只是一個地方 然後有人告訴你 去下個地方 再去下個地方 中間裡面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冒險 或者是尋找的成分 因為他們根本是未試過 自己成功去尋找一個情報出來 全部都是情報提供者 有解釋的 應該 實際上應該是因為 剛才情官 全球的街卡 都是不知什麼 魔法就出來 然後有一個情報提供者 要他們去執行這個任務 不是 其實他有情報 他最少知道幾件遺體 在八個演童手上 不是 現在情況就是 八個英雄在什麼地方 你不知道 你都躲起來 因為那個重點就是 其實為什麼 因為主角 其實他的定位上 我都是說 他在一個 中至中上程度 在一個實力上 是一個中等至中等程度的人 而 為什麼他可以在這裏 打倒下去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之前說過 一些地形的 利用一些地形的優勢 而去到中期裡面 其實在說 根本上 政府都不重視他們 不要這麼說 派他來的那隊 因為他中間可能要一些 其他第三方人馬 但是那些人的能力 不是特別高 你見到的 比較重要的那派 可能是追趕追兵 那幫不知道什麼騎士團 或者其實已經是 騎士團他們特別 可能追不到他們 一定沒有心追 所以追不到他們 不是 騎士團 怎樣都要聽名 這個會議 聽名一回事 對 如果會議 其實都是 叫做什麼 他們是覺得 他們都說不到一個理由 為什麼會覺得 他們是 很有重要的追捕性 他們就是覺得 好像會有些事情 但是他又不 他又不知 怎樣去解釋 給會議會的人聽 這件事的重要性 去到哪裏 所以顯身就是 其實 拖魯這一群 阿加利卡這一群人 他們 最大的敵人 其實已經是 我們新版介紹之後 打海莊龍 其實海莊龍 已經叫做最高級的敵人 在整套作品裏面 裝海龍 那裏你會見到 那個問題在於 就是 所有敵人 其實拖魯 他都是打心理戰 他那次都是 就是他贏 贏他的最主要原因 都是打心理戰 而令到他 發揮不了水準 然後跟著贏了他 那正常 就算 個人比你厲害 也好 你也想100%贏 他要做一些計劃的話 我覺得無所謂 所以你說整個故事裏面 其實你不會見到一些很亮麗 應該說很超越的戰鬥 整套東西裏面是沒有人試過 發揮自己堅稱的實力以上 突然之間有一次我不想用的招 出現的 在這一套作品裏面 按招 第二招 其實這套東西 暫時我見到裏面 每個人的實力 就很 我叫做什麼 很西方傳統奇幻 那種就是 他是這麼多料 就是這麼多料 只不過他怎樣運用他自己手上的手牌 去怎樣戰勝他的敵人 並不是說 突然之間 我都不想用這一招的 出來啦 等龍劍 沒有可能的事 至少暫時我見到一個case 當然是這樣的 明明燈龍劍就不是隱藏招 你怎麼可以用燈龍劍來比呢 所以 所以 故事 反而在戰鬥方面 你會想看到就是怎樣贏 甚至你會覺得其實是 你不會知道拖鶴這一群人是何時會輸的 即是在什麼情況之下他會輸 因為 如果是照這個套路的話 其實他不會有突然一個超實力的發揮 或者知道就是 他可以用什麼優勢去贏敵人 其實這個是值得去一體的地方 當然其實 歸經究底就是這套東西的戰鬥 暫時來說 除了莊海龍之外 沒有遇到一隻很超越實力的東西 他需要用一些很高的策略去戰勝他的敵人 就算有他不一定會打 例如郭家和寶芝根要賽打他 他可以不打他就走 即是 泰國實力強的人他會撤走 他不會跟他打 那你會避開危險 而當然 我覺得 甚至乎有個 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他打完莊海龍那一場 他得到這張海龍了 有什麼事要讓莊海龍走 咦? 你明白 其實莊海龍故事是半鬼因的 他不會特別出場幫他們走 那你評譯了這個問題 但在動畫上 看見幾次都用這東西走 而莊海龍變成了出來之後 其實為什麼故事有小蛋距離是什麼 泰里一點解決不到的問題 出來吧莊海龍 我們用飛行攻擊 什麼飛行逃走 不是說怕 你知道 攻擊對面已經很滅團 例如逃走 他已經有仁慈之心 這個位置 我也知道 原作或者故事裡面 是經常鬼引他的原因 他出來是打完的 他不能出得太多 而最後莊海龍直接問 不如你索性定契 和我定契 你穿裝甲就更加強勁了 做龍騎士 不死神快 契人也有不死神能力 不是 復原 復原能力快 不死神是莊海龍自己本身有不死神能力 而故事裡面其實就說到 然後在嘉伊卡收集這個遺體的時候 有另一個嘉伊卡出現 紅色的嘉伊卡 是的 但是呢 之後就變成 紅白大戰 然後其實變相 去了一個故事 走向就變成一個由 找遺體變成爭奪遺體 不過其實這個 在第一季裡面是很英文的 其實那邊的嘉伊卡 又好像不是很cater 就是他拿到多少遺體 他是問 他一開始想 叫做什麼呢 殺了那個嘉伊卡 但是他完全沒有問過 就是說 你收集這個遺體 和我交出來 不是 他的目標是一樣 目標也是收集遺體 但是他收集遺體那個 方式 不是那個方式 是那個目的不同 因為白嘉伊卡那邊 收集遺體的目的 就是說他憑掉父親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背後的原因 他這樣說 我這樣聽 但是紅嘉伊卡那邊 就是他收集來講 是要復仇的 不是明白 但是作為就是 尤其是紅色嘉伊卡 是知道有其他嘉伊卡的存在 嗯 那就是 當你撞到一隻嘉伊卡的時候 然後你就說 要說到好像衣背 然後你就應該跟他說 決鬥啦 我們用我們的遺體去告註 他沒有遺體去告註 對啦 他沒有遺體去告註 如果你撞到一個 跟你同樣目的的人 你怎樣都會 你怎樣都會偵察 究竟這個人 究竟有多少個遺體在手 甚至乎是交換情報 那個類 甚至是搶他的遺體 但是在整套東西裡面 大家對那些遺體其實 不是很care 其實他有做的 他有難途折劫 這些東西 但他做不到 他那兩條都不做 是當大家互相抓了大家的嘉伊卡之後 不是 原本想著是捉白色的 誰知道紅色的老母 會被人捉進去 不然就搞定了 不是 你捉了嘉伊卡之後 然後問題就是 大家是完全沒有問過遺體的問題 這個才是 我看的時候覺得很奇怪 我明白你們的背景是什麼 你們的背景最終目的 都是為了找遺體 那你又不問他有多少遺體 大家是很理想 白色的就是 說紅色的 我是主角群那邊 你當然一見都沒有 不是啊 其實他們的目的一致 其實怎麼可以同行才是 一致不定要去合作 那倒是 這個當然是 另外 其實整個故事裏面 其實大家對遺體 真的無所謂 我覺得 尤其是那八英雄 除了第一個英雄 頭一集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官底 就認為自己 我超強我超強 那些人之外 其實那些人就說 一個英雄已經死了 另外一個英雄 另外一個英雄就說 你拿走他 他已經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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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用他做 然後另一個 那個王族的 兒子 承繼了另一件的遺體 那件 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拿來裝動力園 但他又沒有想過 找更多的動力園 他有些女兒 你明白 找遺體這件事是 架卡的工作 但問題是 藍色架卡 他知道這個理念是假的 他不是真的架卡 所以他不會做這件事 但是他不去找 有人送上門 送這麼強力的魔法思念物出來 你 那個要塞 你是為了什麼 你是為了點起這個戰爭的火焰 等等等等 神時點 你知道白色架卡身上有三件遺體 但問題是 男色那邊他不知道 所以我不是問 為何紅色卡依卡 已經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 既然我知道你是卡依卡 我一定首先就是 你有多少遺體在手 這個才是重點 即是你用不用 那個遺體 你不要理 那個遺體究竟最終是有什麼用 但是那個遺體作為一個 魔法材料 它是有很高的價值的 這個才是整個核心的重點 但是這個情報 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至少在我們眼中 除了白色卡依卡 不知道 即是主角群不知道 其餘所有的人都知道 OK 不是 白色他是知道的 不是 你明白白色他知道 是因為他 但他不用這個意思 他的知道 是因為其他人告訴他 即是他原本是不知道 但是當然就是大家 我真的說 吳基督的問題就是 究竟大家是 那個遺體是變成 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這個遺體才是 其實大家 一開始這套東西 大家考慮的 如果被人集齊了 就世界毀滅 或者集齊了 集齊一件 你就可以擁有八英雄的力量 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件是很值得去爭取的 龍珠嗎 不知道他分多少件 現在 因為你看到 不是整個頭的東西 有些是掛了一隻眼 有些可能弄了兩隻耳 或者整條舌 或者牙齒逐隻 就這樣算 有手 有腳 有牙齒 有牙齒 有沒有頭 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分了多少 如果你分了這麼散 其實 那些這樣的魔法思念物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們看到 在故事裡 大家都很強調 其實魔法思念 完全是 決定了魔法的品質 尤其是在耀塞的對戰裡 看到就是 人家有隻腳 都贏你整條街 是嗎 那些腳 還有一群女 那群女 是後備用它 未精製的 那群女 只是這樣放在那裡 那群女 那群女 不是那群女 那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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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其實他比較薄弱 在這個角色上 其實是 因為是 他比較側重 去描寫整個大圍局勢環境 多於那個角色 其實 角色是被 在局勢環境去推動的 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很合理 不同 跟黑色子彈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黑色子彈其實 有一點點是 角色的 推動故事的衍生發展 但是這裏是個局勢 其實會是 當然局勢是人的推動 但是不是由主角群去推動這個 不,但我覺得這套主角群沒有影響力去推動整個環境 所以就說有局勢影響去引 所以我覺得這套和黑色子彈會有些分別 黑色子彈那套始終他是一個有能力者 他推動這件事件發生 錯了,黑色子彈是主角不知是可以入到一些乾淨世界的事件 在聖天子有能力去推動 推動而令主角有能力去推動 你覺得一個十二萬位以外的國少爺在這套世界 OK, I'm sorry 這就很明顯,他主角是新至事外 可能世界發生大戰大事 其實他不把他推動 他的目的就是只要他不會接觸到政府那些他就可以做 所以反而你說這套角色其實在大陸上的故事 你會看故事的行動 但其實角色的特性是完全不強的 沒有一個角色是一個很強的特性 最強反而是那些 好像是公爵的兒子,那個死變態 很喜歡枝解狂 很喜歡枝解人那個 你會見到他有一個很強烈的角色性格 給你看到 但其他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其實是真的沒有什麼所謂的性格 那一個就是一個傭兵,他沒有性格很正常的事 而最後就是我覺得整套東西 為什麼說角色會白的呢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這角色會什麼時候死 甚至拖露都可能會死 如果他死得狠的話 因為你看到就是 拖露死可不可以維持這個故事 對呀,碑爾那集真的以為阿蘇後露死了 我真的以為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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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死了 那是你會死的嘛 羅磊是值得保護的 你是不是這麼肯定 如果最後不是說有迷你版之一的 他真的會死的 他有ESP還發了 記得他會死的 而你說那個故事裡面好像 其實無論追阿托魯那位的騎士 你真的猜到他會死了 最後還沒見到一條C 有第二季,別那麼肯定他會死了 他現在講到就是 你會出現有些角色 就是說 因為在這樣的故事 我覺得是在大為局勢之下 尤其是這些角色 不是有什麼逆天的能力 必要性的,還要性重 他真的 他真的可能因應局勢的情況 他是要死就是要死的 我覺得是 我覺得反而是 這個故事裡面的特性就是 你會覺得 究竟主角群會不會什麼時候會有人死 未必一定是拖露的 或者是阿卡尼死 都不出奇 因為 作為你只是一個 戰鬥單位 你不能夠改變什麼 而且見到就是 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屢戰屢敗 基本上其實都是 都不是說有什麼 兩例的戰果 暫時在作品裡面 阿卡尼都已經輸了兩次了 其實都叫做 其實他的戰果 不是在乎戰鬥上的勝利 或者失敗 他達成戰果的目標 他達成了去取得這個遺體 戰鬥書其實沒有所謂 只要不死亡 只要故事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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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衍生了 我覺得整個故事 其實你說 我對角色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就是角色的對白 其實你見到 他很想創造特色 好像嘉伊卡 最終要用三個關鍵字 去講完整句對話 其實你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都不是 他有很強烈的 那個角色 挺特別的 算是他的特色 他用單字 並不是整個句子 但是味道真的 他這件事 我覺得他有些 叫做什麼 帶到有些特色 甚至乎是 有些復筆 甚至乎是 這些是生產出來的 我覺得是有些 背景的 有些是復筆 感覺上 即是藍色加伊卡 打了出來 全部加伊卡都是生產出來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 不是嗎 感覺上 還有一個藍色加伊卡 即是你今集裡面是出了三個 不是 最後還有一個變買的 是 剛剛Vivi變了 Vivi變了白白魔女 又變了質蛋 應該也是 其實是否會有一套戰隊 加伊卡戰隊 有紅色 有白色 但是他也要 變成藍色 死了藍色之後 會有繼承人 他會補回藍色 或者變成粉紅出來 推測劇 即是你說這個故事 其實他 我剛才也說 最主要是推動形勢 所以才顯生 就是這麼多事件 當然你說 他將 反而是將尹圍體的事情 越來越淡薄了 其實有些少少 但其實這條反應才是主線 所以我 有些其實看到 有些少少不明就裂 的問題出現 其實會 當然你說 最終結果 你都要看到 製卡伊卡一定會 撿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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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也很深入 都要 可能那場 戰鬥輸得很慘 很慘 但是不知為何 撿到遺體 輸了一場戰鬥 但是贏了遺體 目標達成就可以了 對 有這些東西看 我覺得挺特別的 就不是我贏了一場戰鬥 我就贏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 比我來說 最初是會爛 但最後的反而是 穩定 我覺得純粹 一切都穩定 純粹是因為你期望不高 所以覺得這套都可以 也不是的 其實我只是覺得 他穩定 很多東西 好像他很四平八穩 還有就是 每個人不會有些太超越的情況出現 你令到故事突然間失衡 當然這件事的缺點就是 我覺得好像每一個角色 有他應有的特性 這個可能是這樣的寫法的缺點 但是我覺得 看上去又不是很差 當然這個我覺得 是要看得出危機 就是在乎他怎樣寫世界形勢 還有他鋪了一些復筆 就是他這麼多個團體 譬如說爭奪遺體 看看每條線都寫得好 還有是他背後的原因 對 因為第一季真的寫得不好 因為大家是沒有遺體爭奪大戰 是的 所以這個 其實還有 這個可能是 本身白色加伊卡的問題 但是很少人是利用 很少人是利用遺體去做攻擊 你作為一個這麼強的魔法師念物的話 如果你用的話 主角逆天就不用玩了 主角更要是說 不行 他覺得太逆天了 我買材料算 我覺得不關事 你有沒有份啊 你要知道 作為一個材料 他可能真的有用完一日 用完一日不知道 會不會遺體 永遠不存在 如果當年有危機 你懂得拿皇帝手腳出來 用了去 放招式 就是說你用完之後 會不會皇帝手腳 誤見了 用完 沒有分析過這個問題 而且你看到 那些白英雄都是狂用的 他用了這麼多年 都是狂用的 會不會用到一個程度 會發生什麼效果 結果變成 集齊不到全套 或者是這樣 其實這套東西裏面 還有一件事 他沒有很細節 就是一些所謂的設定的東西 就好像 魔法師前看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東西 即他現在只是 給了一個很 概念的概念 就是用魔法的 吹化劑 消耗品 就是Energy MP 那需要是 你當作是捉迴 我覺得更多 而這個捉迴 就是靠一些抗石 或者是一些死體的 記憶 可以精製而成的 強烈的感情 是的 就是精製而成的 好像寶濟院 那樣 你說它是因為 可能有一些叫做 當然設定太多 又會很亂 我們之前也說過很多作品 就是 不斷拋設定拋完之後 不知道你說過什麼 即這套東西 它簡化了一點 我覺得OK的 但是你說 因為它本身的設讀 就是皇帝本身都是魔法師 所以你會反而 你會有一個出現的 你會說 為何它是不用的呢 當然 你會說 康魯和阿卡尼不用 正常因為它們用不到 但是作為 計它 沒有理由 作為一個魔法師 你不去用這件事 但是 會不會純粹天然愛的特性影響 我排除這個可能性 我排除這個可能性 你都不記得 原來那些死體用得嗎 是的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可能真的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換了加以卡會好一點 其實 換回紅色 當然你說 Toro Toro那個叫做什麼 Toro那個叫做專業人士的堅持 純粹是堅持 我覺得純粹 他的僱主有沒有給錢 給他一些回報 都不知道 他那個叫做 破亂斯的concept 就是 總之 我接了這份工作 就要做到最後 做到完為止 這個就是專業人士的堅持 對他來說 這件事是他一定要堅持到的 可能外形覺得很無謂 因為他有說過 如果以個人來說 他跟紅色加以卡合作的話 他是可以窮打仗的 他是可以打得很開心的 但是他就說 即是先後次序 即是他猜了一句 他就說 如果我預先 預先就好了 我一定會答應你 即是這些溝女的技巧 你應該留下名片才是 當白色加以卡有什麼事的時候 我就投下紅色 對喔 靈魂褲子 死了就有五個大架 你見到就是這裡 有百分之處就是 這些角色起碼 個性幾始終如一 某些事情 即是不會 暫時來講 至少我們看這一季 其實你不會看到 一些角色會突然間 為了漂白而漂白 為了洗黑而洗黑的邪情 即是你好像 無論公爵那邊 那些人其實都說 是呀 我是想殺人的 即是其實 其實他的概念就是 在這個故事裡 很多人是不願意和平的 他們是很想 諸君我喜歡戰爭的 是很多人 即是他們很多人都想的 其實是 尤其是那些大手 他們很多人是想說 和平對我來說 真是 沒有用的 沒有肉食的 不是呀 因為其實你見到 故事裡也有 無論是 VV他們那邊 騎士隊那邊 都撞到那個人就說 哼 你們這些做到這麼高位的 又是騎士 又有貴族身份的 你們當然是這麼說 我們這些戰士在和平時代 我們吃什麼 還有你看到白英雄 戰後都幾淒慘 有些瘋了 有些人可能在家 事件無名 屈死了 即是戰爭和平之後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其實是 有些犧牲者 暫時來說 白英雄全部都不得好死 一個是宅 一個是宅 老實說 我覺得這傢伙是不敢離開家 不是呀 純粹家庭舒服 這樣留在家沒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 扔死了 第三個 傻了 第四個就是 一早就死 給他兒子殺死了 因為兒子喜歡戰爭 即是沒有那個下場 即是白英雄已經有四個沒有下場 我不相信後面那四個的下場 不能去哪 其實你不止英雄的 你有一段是看到在街市搶錢包 那些 我之前都說過 他本來都是騎士 即是你打仗 你升到上位做高官 你現在發達 但問題是下面那些男人 不能發達的 有沒有戰爭打 不會再升軍階 一輩子這樣 他應該說 財軍 他講到一個大為人 就是大家集中在和平之後 有一些不應該要 即是你和什麼 其實你和黑色之丹 其實你和黑色之丹 是不一樣的 其實說 這件事是不需要的 老實說 如果黑色之丹說 當所有原廠生物全部消滅了之後 真的那些羅利會全部殺光 肯定 已經沒有作用了 已經沒有作用了 你怎樣還要 那一隻會變成原廠生物的東西 我還要不知道你會不會 你不會這樣做 等於這裏就是 戰爭和平了 戰事有什麼用 戰事沒有用 你轉型 等同於什麼 你日本那樣的 衛生之後 沒事 冷開吧 絕地沒事 他有這個設定裏面 這些是一些大圍形勢 就是迫使某些角色 去做某些行為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一套 是有做到這個條件出來的 要當然看看 就是之後究竟 故事發展 收拾維體有什麼用 還有經常被料的那個人 經常有消息 經常在那裡 經常在那裡 明明是內閡來的 肯定是奸的 這傢伙 看他的死款都知道 親切有事 提供指示 就是QB 等二季 其實今季 很多已經即場公佈二季 這套 官機好像在中段 已經說了二季 是啊 中段 大概第八集 我覺得可能是 動畫數開始來研究 很快就有這套二季出來 下季新一套 幾年前就夠了 拿回動畫花 那我們就去到這裡 那我們 去下一套